右手邊的第一排 中間的第二排 右手邊的第二排 左手邊的第二排 請照相機先休息一下 那俊榮老師我們照顧一下後面的攝影機很好 先看看山上的中間 也歡迎給舉高你的講座 看看你左手邊的山上 還有你右手邊的山上 有請麥克風給俊榮老師 俊榮老師恭喜拿下這家單車製作人 可以再請你再說一次你的得良感言 做完這版嗎 其實剛才很緊張 就是因為我沒想到是這一首 而且我剛才覺得理性力 那個機會還大一點 所以我剛才 黃建文剛才坐在我旁邊 然後我們還說 因為他剛才理性力的時候一講 我就讓我講 然後我想說 那理性力上台的話 我就在腦空裏一下 理性力很高 結果想到是 結果我就嚇了一跳 所以其實剛才上台 就是腦袋一片空門 我剛才忘了感謝 那個亞神樂 還有拉拉群來 因為他們真的給我這首歌很大的 因為這首歌 他本來是一首演唱會的主題曲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接受到亞神那邊來的指令就是他 因為他們喜歡我 大膽嘗試音樂的方式 於是成就叫我自由奧 結果在第一版的時候 我嘗試了一個 那個 裝很貼非常重的東西 對 然後那時候老闆覺得 好像 離拉拉太遠一點 對 然後拿到這個歌手 他是還沒有歌詞的出力 後來我就跟拉拉 通了很多次電話 就通了通了 對這種歌想一想 然後他想到詞去的方向 就讓來回例如說 我編了一段 然後音樂 做一段音樂 然後聽了給他寫的詞 然後他又回來 我聽了也在 會給他 所以這讓來回 我覺得這首歌 製作過程是非常有趣 那這來來回做了多少次的修改 哇 這來來回回 可能有四五次 對 就是而且 有趣的是 他是跟歌手寫詞上來回 就是例如說 他可能這裡 詞跑到哪裡去 我們音樂就靠到他的詞 那我的音樂 再往前一步 他自己會靠到他這樣 恭喜俊恩老師 拿到這個很重要的大獎 單曲之輪 恭喜你旁邊 現在有很多的朋友 想聽聊天 再次恭喜俊恩老師 謝謝